好,我們看到JASPER在裡面享受就知道新一代的CAMRI最重要的地方 是油電旗艦板上面的這兩個電動調整後座 那他們的電動調整後座其實兩邊各有8度的椅背調整功能 雖然說你不要看8度好像很少 可是坐在裡面還蠻明顯的 而且它有三區橫紋空調跟電動這樣連 後座還有獨立的音響的音量控制按鈕 所以在這個後座上面你可以享受到類似後座買家的氛圍 而且它的車廠其實新一代已經超過4.9米 軸距也超過2.8米 所以整個來說車體也放大了 但你看到新一代的CAMRI應該會覺得這個臉似成相似 就在不久前台灣去年發表的Prius上面 就用上了全新的家族的識別設計 可以看到這個C字型的頭燈燈條 然後還有這一片很像是立曼或是F1賽車導流翼的車筆設計 還有一個很霸氣的前氣霸 雖然說現行世代的CAMRIAN就有這個大型的前氣霸 但是在新一代上面它修飾的更動感更年輕 包括你看這個很有肌理線條的這個前保感 還有這個是真的有實質作用的導流孔 可以讓這台車不只動感而且風阻氣速更好 整體的能源效率表現更佳 我們看到這一台是油電旗艦款 它根據原廠的數字 平均油耗每公升可以跑25.3公里 雖然它是2.5升的HYBRID 但是平均油耗的25.3相當的漂亮 那這台白色的呢就是它的入門的汽油款車型 那是個171匹馬力輸出的2.0升Dynamic Force引擎 其實就跟我們之前看到的Cara Artis GR Sport 是用的同一顆的引擎跟變速箱 還有一個模擬時速的CVT無端變速箱前輪驅動 平均油耗是16.3公里 每公升16.3公里 那今天看到的這個是中間規格的汽油旗艦車型 配備更豪華 然後售價也更貴一些 如果你想要一台重大型房車是一個很入門的選擇 但配備最完整呢 還是我們看到這一台 用了一個2.5升的自然經濟引擎 配上了第五代的油電複合動力系統 縱效馬力輸出是230匹 其實前一代其實也有這個2.5升HYBRID動力 但是它的縱效馬力輸出只有200出頭匹左右 所以新一代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馬力輸出更好 油耗表現輸出更佳 那在外觀呢也更加豪華跟動感 內裝其實是它的一個一大重點 我們先來看 好其實在油電期間款上面不只後座有電動調整 前座雙前座也是電動調整 而且在前座呢還有位置記憶的功能 那正面呢你可以看到一個是12.3吋的全數位移鏡儀錶板 然後中間的也是12.3吋的中間觸控螢幕 中間的12.3吋終於不是車美式了 是原廠的日本原廠的主機 還有繁體中文的介面跟繁體中文的衛星導航 但是8吋的版本就是汽油豪華跟油電尊絕呢 還是車美式的版本 所以他們就沒有配備了原廠的中文衛星導航 全車機又標配TSS3.0 有全速域的ACC 全速域的車道維持 然後還有呢速限的辨識功能 甚至呢在這個油電旗艦上面呢 它還有360度的環景顯影跟HVD抬頭顯示器 而且在環景顯影上面還有一個底盤透視的功能 可以讓你在狹窄的巷弄 或者是旁邊有一些花盆什麼 比較矮的這些障礙物的狀況下 可以更注意到車身周遭的狀況 避免掉一些小小的插碰 然後啊它也有這個手機的無線充電面板 而且我覺得蠻棒的是 無線充電面板旁邊這邊有一個垂直的 蠻深的一個空間 你可以放平板啦 或者是一些小包包也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但比較可惜的是它全車系都還是這個 就是機械式的排檔桿 還沒有到線船的排檔桿 所以在這邊會佔掉一些比較大的空間 是它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但是像是山區的橫溫空調 而且雙前座還有通風的功能 如果說後座也有通風的功能 就會更棒了 然後他們在新一代CAMBERRY 其實準備了四個車型 哇你看這尾燈其實也很漂亮啊 C字形的導光條 跟至終的車名標示呢 也給它滿好的科技感跟豪華度 那他們總共準備了四個車型 汽油的豪華 汽油旗艦 油電尊爵跟油電旗艦 那售價是98.5萬到125萬 其中呢 在這個最高的125萬這等級 比預售價降了7萬塊 從突破130萬的價錢 修到了120萬的這個級距 如果你期待想要有一個看起來很大班 又有一點身份地位象徵 可是變得更年輕的重大型房車呢 新一代的CAMBERRY 現在就上市銷售囉 目前已經累積了超過1000張訂單 然後今年預計的目標是 年銷6000輛 那對它有興趣 這週末就可以去展監 來看這個實車或者是試乘體驗囉 燃油車才夠熱血啊 電動車滿滿高科技才夠香啊 不要吵啦 要吵就是LINE聊天市場 你要的燃油車 你要的電動車 地球黃金線LINE都有 還有車台的同家 購車攻略 車友名調 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LINE都有 還有汽車周邊 讓你帶回家 LINE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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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